我问你 我是不是很讨人厌 左边 右边 上面 下面 这里 哇 会啊 你根本就临死角 怎么看都可爱 怎么会讨人厌 看你这么会说话 这是我请人教我烤的饼干 分给你吃 是恐龙 我吃了 我吃了 好吃 听说吃甜的 会让心情变好 没想到我们连不开心 都这么有默契 错了 而且我们还来同一个地方 这个给你 有什么事 就跟他说吧 谢谢 和你在一起 请在一起 事后到了 準備好了吗 拍妹 不过就选个寝室长 有必要搞那么大吗 好像在拍什么综艺节目一样 我们没人想当寝室长 只能用这招了 名单再不交出来 米老师真的会把我们念死 你说得对 来吧 陈安明 你在等什么 不过 阿梅 我们不是说好了 大蒜吃最少要当寝室长吗 就不能换一个 比较文明的方式吗 可以 赞成陈安明当寝室长的人 请举手 两个 好 我吃总可以了吧 好 好 那来了 十二三 一起把大蒜吃下去 阿明 不 吃大蒜 吃大蒜 嘴巴会臭臭 这样就不能轻轻了 哇 阿明 我们在干嘛 我们不是说好一起去图书馆吗 你还不走吗 我吃大蒜 我吃大蒜 咱们别聂 不想换的 好 大蒜 姐 你叫我寄日常 你好好做一次吧 好烫 好辣 喂 原來曾定一 也會這麼認真備課 這題也太刁鑽了吧 各位刁難學生根本沒有意義 對學習一點幫助 還有這題 這觀念也太模糊了吧 數學就在讓學生 建立正確的觀念上面才對 為什麼考古題子 初題子 都沒有站在學生的立場想 為什麼這一幕 看起來這麼熟悉 那刁難學生根本沒有意義 這觀念也太模糊了吧 數學就是要讓學生 有正確的觀念才對 這些考古題子 我們都沒有 站在學生的立場出題 好 這樣不行 這好想 你在自言自語 我很專心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就會自言自語 何謊 嘉莉妹妹 你在想什麼事 你想得這麼陸迷 你該不會是在想我吧 沒有啦 我不让女生随便搭讪 什么 我跟妳讲 这个搭讪的技巧真的偏老牌 现在这个曾丁一 跟我昨天遇到的曾丁一 感觉就不是同一个人 嘉丽妹妹 你这样一直看着我 是不是一直觉得我很帅 我知道我很帅 但是我有我的矜持跟底线 曾老师 我记得我昨天遇到你的时候 你也讲了同样的话 你昨天遇到我 你是不是认错了人了 怎么可能 你还给我一张名片 我 我拿给你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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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